抹茶味 如果你超愛抹茶 這個是絕對你的首選 但你如果跟我一樣是 以Cheesecake角度去買 你會稍微有點小小失 五塊錢 吃吃看 嗯 那它的粥體是好的 但如果你喜歡濕木魚味道的人 這個濕木魚對你來說是沒有問題的 但我真必須說 沒有惡意啦 就是粥或是麵這些東西 對我來說粥 稀飯 就粥跟稀飯是一樣的 麵 湯 它就是應該酥酥酥酥酥 然後喝湯很快的東西 你如果有刺在裡面 它很容易會給到 那個給到就不是開玩笑 這哪一家的 全家 對 全家 這個抹茶 芳度 如果這樣 抹茶味 對 說實話剛進去的時候不像Cheesecake 抹茶味道相當足 吃到中段你會知道說 對它是Cheesecake 但說真的 如果以Cheesecake的味道 我們以食來說的話 它的口感上 對我來說 它有Cheesecake的口感 但Cheesecake跟抹茶 抹茶大概佔了8 起司佔了2 甚至比2再少一點 當然如果說你對Cheesecake 那個是很 有人會覺得膩口感 這個可能你會覺得它很好吃 它是好吃的 但它的抹茶味 對我來說是偏重 那個 渴望那種 起司在嘴巴裡面那個 沒有得到滿足 但口感是有 不然就是Cheesecake的口感 我這抹茶下的很重 那它很甜嗎 不甜 它甜度是剛剛好 這甜度是我喜歡的 欸Ulan 第二口的Cheese味道 有點出來 因為第一口抹茶味道太重 還是 它上面抹茶比較多 你可以看它三層 有沒有 一層兩層三層 這一層應該是抹茶味道最重 如果你超愛抹茶 這個是絕對你的首選 但你如果跟我一樣是 以Cheesecake的角度去買 你會稍微有點小小失望 那好不好吃 它是好吃的 好不好 下一道 這什麼 喔 虱目魚粥 這個粥的話有 其實它是 是常溫嗎 冷凍 冷凍 粥冷凍是沒問題的 多少錢 不會很怕喔 痴母 倍長 100 90 99 99 99塊錢 試試看 兩塊 大概是四分之一條 是不是一尾啊 那它的粥體是好的 但如果你喜歡絲目魚味道的 這個絲目魚對你來說是沒有問題的 但我真必須說 沒有惡意啦 就是粥或是麵這些東西 對我來說粥 稀飯 就粥跟稀飯是一樣的 麵 湯 它就是應該酥酥酥酥酥酥 然後喝湯很快的東西 你如果有刺在裡面 它很容易會 給到 那個給到就不是開玩笑 那絲目魚本身就比較冒險 因為絲目魚它真的是很多魚吃 先不要講好吃不好吃 今天能夠在便利商 能夠賣的都不至於太差 因為我說真的便利商 我們也很清楚 非常嚴格的 對不對 但這個部分 要 因為可能 你沒有想到 可能 你今天 媽媽懶得煮東西 小孩子 今天吃粥好的 餵你 那個不是開玩笑的 那 把魚翅的部分 稍微做一些調整 我沒有說一定調整 但我的意思說 就是 在吃粥的話 你會大塊朵魚 會比較開心 這什麼 金沙烤豆腐 義大利麵 它是冷凍的還是 冷藏的 冷藏的 我 它是金沙醬 豆腐跟金沙是沒在一起的 對不對 可是它豆腐看起來是有煎過 有煎過 金沙醬很明顯 濃郁 濃郁 首先先從麵條開始 好不好 如果就 吃一袋麵習慣 我的習慣來說 這麵條 偏軟 但是它沒有到糊 我覺得還可以 沒有到糊 但它就吃去了一袋麵 我們喜歡那個 那種咬勁 這沒辦法避免 這真的沒辦法 但 還不錯的是它沒有到糊 然後它的 但它的金沙感沒有 它可能加鮮奶油 對啊 可能加鮮奶油 對 所以它金沙感不是那麽的 像 像那種 那種 鹹蛋苦瓜啦 或是金沙 什麼 什麼 那個 杏鮑菇那些那麽明顯 有一點偏西式 豆腐 因為它是素 豆腐意外的好吃 好吃耶 烤的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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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烤的味道耶 它是烤豆腐 對 而且烤豆腐 所以不是接嗎 是烤的 豆腐耶 意外的好吃喔 這個烤豆腐很可以耶 豆腐很可以耶 就吃素的人來說 我覺得它應該會蠻喜歡 因為它有一些 也讓你會覺得有 沒有肉是有肉味啊 對 它有這種 那種 油脂感啊 或幹嘛 然後麵也有 你要想要嘗試一個 素義大利麵 我覺得它可能是不錯 它現在沒有 剛剛的那麼熱 麵變得有咬勁了 嗯 很妙 然後醬汁 有 你看剛醬汁對不對 隨著時間的流逝啊 醬汁全部被麵給吸收了 可以啊 可以可以 還有下一道 有 好 你去準備我再吃一口 這是哪一家 這是全家跟鼎泰豐的聯名 那鼎泰豐的四川風味麻婆豆腐 它會很四川嗎 這蠻好奇 因為鼎泰豐它其實比較偏上海菜的那一路 有 有 有那個 但還是跟 跟你說大陸比起來的麻婆豆腐的香氣 比起來還是有差 它有豆豉對不對 嗯 是一個整種 正宗 然後它的豆腐是板豆腐 它不是嫩豆腐 這個光是因為其實麻婆豆腐它是 是用板豆腐沒錯 而且很有趣喔 麻婆豆腐早期不是豬肉 是牛肉來的 這也是我去出外景才知道的 這也是我去出外景才知道的 喔 尾鏡有喔 有尾鏡喔 嗯 有點比較重 但它有一個很特殊的味道 待會再講 它可以吃到那個 跟我們的那個 雞麻麵一樣 你可以吃到那個花椒 這樣 嗯 然後花椒味蠻重的 味道算重 但你真要講說 也不是說挑毛病啦 真要講就是它稍微偏甜了一點點 那偏甜有一個好處是什麼 就是你吃到辣的時候 甜可以稍微解膩 解膩 解辣一點 但味道像不像 像 像 也可以 可以 但如果你真的對花椒 對辣頂太多的人 就先不要頂太風 那這個 的花椒大概是我目前吃到 就是便利潮商裡面的 花椒味道最足的 這是我喜歡的 這是我喜歡的